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热血挥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 不少家属也依然前往新驻地相伴 却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就业养家 子女上学等现实难题 建军节前夕 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做好817间雍军优署爱明工作 南部战区海军某部文令而动 该部政治工作部积极协调驻地政府 为官兵家属就业开辟绿色通道 先后期次与驻地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7月20日上午 该部携手驻地 召开军署专场招聘会 推动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稳步落实 军地联合排邮解难 招聘会现场了解招牌情况 携手来到现场居息 本次招聘会搭起部队和地方用人单位人才交流平台 不仅让军署受益 即将退役的士兵也到场参与体验招聘流程 了解下部就业方向 笔者在现场看到 前来应聘的军署和官兵有序排队 踊跃投递个人简历 介绍基本情况 现场交流氛围热烈 据统计 到场参与招聘的军署 及官兵达420余人 求职咨询186人次 递交个人简历112份 进现场达成就业一项的就有32人 热情交流丈夫陪同丈夫陪同了解岗位需求 真没想到政策这么好 以后可以安心待在他身边了 该部某营三级军事长李超的妻子江戴就是招聘会的受益人 原来当幼师的他成功和驻地不远的一个幼儿园达成就业一项 能在工作之余陪伴丈夫和孩子 让他开心不已 详细了解填写个人信息 达成就业一项 达成就业一项对军属的关爱 也是对军人的尊崇 让家属顺心顺意的工作 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驻地副县长贾兵告诉笔者 他们高度重视驻军官兵家属就业事宜 邀请驻地毕贵员 贾居乐等21家优质企业和佣人单位入场招聘 为军属和退役士兵提供金融 地产 教育 旅游 物业管理等十余类共803个工作岗位 最大限度满足军属和退伍士兵的就业需求 下部还将继续开展职业规划 创业指导 技能培训等相关服务 定期推送人才招聘信息 推动军属就业工作 落地生根 退役士兵询问岗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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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队副部队长朱爱军介绍 近来他们联合驻地相继开展军属招聘 军地联谊 军事日等活动 不断密切军地双方交流互信 联手共建稳定可靠的大后方 为部队战斗力持续生成提供坚实保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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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